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报骇人言论 在4月30日白宫的关于新冠疫情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又发布了一条劲爆的言论 该言论声称已获得可靠证据证明 新冠状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此言论一出在场记者哗然 分分钟为特朗普是否可以提供相关的有利证据 然而面对质疑特朗普不只是故弄玄虚 还是本就虚晃一枪 对记者说道我可以但我不能也不允许我这么做 而就在特朗普发表此言论前的几个小时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 公开发布了一封声明 说到目前还未进行针对病毒来源言论的评估和调查 将会继续研究调查 疫情是否是通过接触被感染的动物而产生的 还是因为中国武汉一家实验室的实验事故 这前后的矛盾着实打脸 要说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将疫情无理由的归咎于中国了 并且指责中国未能阻止冠状病毒传播到其他国家 美国还将对中国进行赔偿诉讼和经济追责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中国征收新关税 而除了美国外其他各国也不明所以纷纷向中国提起诉讼 或发表将疫情归咎于中国将对中国提起诉讼的言论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起诉中国的国家 意大利于4月21日成立了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索赔的联署网站 计划50万人签署向中国政府索赔予1000亿欧元 并寻求在美国司法下联合诉讼 而此前在意大利疫情爆发之时 意大利无法有效的控制疫情 全国人民陷入一片哀嚎之客 中国派出的中国专家 及31吨重症监护病房设备 医疗防护物品 抗病毒药剂等急缺物资救意大利人民于水火之中 此情此举真是不免让人心寒 目前全国已有40个国家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瑞典 意大利 西班牙和巴西等众多向中国政府追责索赔 面对美国带头的一系列甩锅行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到无耻无德 并且对美国提起了一系列有利的质疑 如果最早发现疫情的国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美国会比中国政府做得好吗 美国疾控中心于1月15日便发布了关于疫情的警告 美国之后两个月采取了什么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防控疫情呢 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道 美方之前指责中方没有及时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 现在又炒作病毒来源问题 影射病毒源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 民演人一看便知 其目的是要把水搅混 转移视线 推卸责任 中方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 做好自己的事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如何尽快战胜病毒和提振经济上 虽然面对这一系列美人都能看出的甩锅行为 中方很强硬的做出了回应 但是这种种的群体而公知的行为可以看出 中国现在有多难 或许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闷声发大财 如今1月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 从而让西方发达国家措手不及而引来的忌妒 也或许是中国作为疫情起始爆发区 短短两个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现如今经济逐步复苏 而那些强大了几百年的西方国家却接连沦陷 却束手无策 这强烈的对比压断了他们最后的神经 中国的日益强大让西方感到了害怕 让英美等国再也不能稳稳地坐在世界头号强国的交易上 无论是什么原因 今天的中国很难 但不会像曾经的八国人军侵华一样被任意践踏 我们所需的只是一些时间来完成自我的修正 同时也需要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方强国认识到 沉睡的东方巨龙醒来了